口腔溃疡 首先如果是非常容易发口腔溃疡的话 我们建议清淡饮食 记盐记酒 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提一个比较好的食疗的方法 就是蒜蓉西兰花 这道菜是对口腔溃疡的愈合 还有就是杀面幽门罗杆菌 就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大蒜呢它是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西兰花它也含有多种的卫生素和这个胡萝卜素 因朵类物质 可以促进人体产生多种具有保护作用的酶 抵御致癌物质的作用 西兰花中医认为胃肝性贫 具有缓急止痛 健脾异味的作用 所以蒜蓉西兰花是一种治疗 慢性胃炎 幽闷罗杆菌感染和口腔溃疡 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 口腔溃疡发作的时候 肯定是要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所以口腔溃疡发作的时候 尽量饮食清淡 作息规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